您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国际家谈全球中国观察 我是主持人陈润文 今天要聚焦在中国大物的社群潮流 从这个疫情之乱到当红的APP小红书 以及世代的差异 我们先欢迎的是资深特派陈上荣 向文好 英文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 我们一起透过这个是中国的社群龙头微博 来看热搜到底乡民都关注什么话题 好 这个议题第一条就是呢 平台开放IP属地功能意味着什么 好 这个意思就是说呢 从4月28号开始 微博它会自动的显示用户的IP位置的所在地 比如说像这个是经常来占台湾的这个地霸官媒啊 它就被发现了它的IP属地就在台湾 所以换言之这个博主它的所居住的地方 其实就在我们台湾 那是显现出情蛮多这个网红也突然变 被打打现行的现行记对不对 没错 没错 像之前的时候啊 如果你看微博的话 他们有些人会讲什么 金匠在东京 结果后来的话呢 IP是在上海 然后还有她小雪梨在日本 结果IP呢是在辽宁 还有什么 一家人都在英国的LUNA 结果呢 IP是在浙江 还根本没有在英国或者是在日本 所以人其实在中国 但装作自己在海外就对了 没错 没错 但是有种是说好像是那种爱国的这个大V啊 就是说讲一些爱国论调啊 那他人其实并不在中国 对 而是在美国或是什么日本对不对 有这样子的特别有名的网红 对啊 有些人的话呢 他在网路上面呢 因为他都当键盘侠嘛 而且你又是在荧幕后面 然后呢又取了一个非常响亮的名字 然后呢 骂了完一堆以后 或者是你称赞了美国 称赞完一堆以后 就会发现到 你自己人呢 原来就在中国大陆 或是人就在海湾 你根本就是你称赞了别人 但是呢 其实呢 你人根本就不在那个地方 对 所以就是说呢 这样爱国的流量 爱国的钱 其实也不太好赚了 因为这样的手段 这样的方式出现之后啊 很多网红就瞬间就是被现行了 那其实也是官方想要做到就是呢 防止冒充有人借着热点的话题啊 焦点话题在蹭热度 发表言论等等 或者是传播一些 不时的讯息 这是现在在中国大陆的一些 这个社群上最新的一个 实施的办法 好 再看到这第二条热搜呢 就是我们台湾艺人 刘根红 他的剑子操上的热搜 因为他已经变成是 大陆的一个国民健身操了 就很多的这个根红 男孩 对对 根红女孩 对对 根红男孩跟根红女孩 就大家会学他跳舞 然后拍片 那就因为当地其实 因为疫情的风控关系 大家被宅在家 被门在家 要找一些热子解闷之外 运动烧着卡路里 而且他的动作其实还蛮简单的 我们现在看一下 到底这动作 有多么简单好选呢 好 很简单了 一二三 脚踝 一二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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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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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要这样有一点喘 有一点喘喔 很喘 好 就是 他这个主要就是透过 你拍你的脚踝啊 拍膝盖啊 然后拍脚跟 这样再替换 但是因为会跳来跳去的 所以你会很喘 所以有大家所谓的减脂 有氧燃烧脂肪效果 那我们再看到是 其实他这个会爆红 就是因为啊 他很亲民 他其实配合度很高 然后他解说也很专业 他等短时间真的好像涨粉千万 对不对 没错 而且啊你知道吗 你看一下啊 他这个的啊 他穿背心嘛 你知道为什么 他到这儿穿起了羽绒衣 你会觉得很奇怪 跳跳为什么要穿羽绒衣 就是因为啊 他有很大的胸肌 然后呢 就网路上面呢 就会开始讨论起来 于是呢 他就感觉把他封起来了 对 然后你知道吗 其实刘更宏啊 他之所以会红 网路上面呢 就引起了很多人去讨论 就这么多人都在跳 YouTube大家所有人都在跳 为什么就这对夫妻 然后他们就讲说呢 当然了 形容他大气晚成 也好 你形容他无心插柳柳成荫 或者是你说 有心拆花 这个花不开 就是形容他之前嘛 那之前的时候 他其实也有一些 譬如说 一毛露出来啊 不雅啊 或者是你知道 胸肌太大啊 或者是运动裤 侧边露出来 对 被进波了 对对对 被进波 没错没错 所以他才要穿上外套 对啊 那但是呢 在疫情之下 疫情成就的这一对夫妻 那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呢 他们有象征的什么 局限求生 因为就都是在家里头 但是呢 他还出现的是什么呢 就是健康有力 而且他积极的去面对 这一些困境 然后还有一个 就是镜头里的老婆 因为他毕竟是健身教练嘛 所以他可以跳得很轻松 他还喊 他还他还有讲话 那老婆的话呢 就是跟着做 那还会气喘 继续有时候会面露出 很痛苦的表情 累死了 对就真的太累 然后呢 镜头这个外面的观众 就会觉得说 哎呀你看看 你看看 人家的老婆也是跳得这么累 就会自我安慰你知道吗 这种真实感 对有真实感 那可能其他的人 可能跳的 你看这个刘根宏 你看我就是像刘根宏一样 那如果说你今天 你是比较弱一点的人说 你看我就像他老婆一样 就真的很难跳嘛 所以呢 就是两种层面都有 然后女生的话呢 还有看重的是刘根宏 他很爱他老婆 当然是说有很多的小故事 对然后你就会觉得说 呃向往的 其实在疫情当中啊 大家都很渴望被爱 尤其呢是像这一种 这么这个闪瞎眼 对还有阳光的这一种形象 然后甜蜜 对没错 这种投射作用导致的 群众的效应对不对 可以这样讲 对没错没错 所以让这位明星 变成为健身网红 也是另类爆红的一个现象了 那我们再看到第三个 就是现在澎湃新闻的最新焦点 就是在上海已经发出了 五千多张复工证 跟八千多张的通行证 就是上海的部分企业 可以复工复产了 但是上海的疫情 好像乱象还是持续耶 没错你知道吗 最近这几天的时候呢 其实就有一个 从养老院被推出来的 他已经装进尸袋里头了 拉链都拉起来了 然后呢结果后来呢 就发现到 其实他是一个活的人 什么 对这太夸张了 你知道吗 他都已经要被 就是推上车子了 后来呢 就是殡仪馆的人员发现到 这个尸袋怎么有人会蠕动 建国 他就在建国 他把他吓到一趟 他就把那个拉开来 那旁边还站着养老院的人 对 然后呢 他就觉得这个是活的 然后呢 还把那个 就是可能会有一个东西 盖在他脸上 结果呢 那个养老院的人 就是把他盖上 他就不能盖 他是活的 太夸张 而且呢 这个影片呢 就是很多人都在拍摄 对 他们可能忘记了 楼上有人 因为他们就是在一楼嘛 那你每一天的时候 你只要有车子过来 大家都会很好奇 到底是哪一户 哪一家 又有什么事 对 所以呢 大家就会开始来拍 就拍一拍的时候 竟然发现到 有这样子 这么离谱 这么夸张的事情 他是有个活的老人 那现在的话呢 官方也证实了 这是真的 而且呢 那个老人被送到了医院 目前的时候呢 生命真相是OK稳定的 但好像他是确诊 对不对 后来 因为就是 他们的上海的养老院 其实确诊的率还蛮高的 但我们在看到其实在上海上也说 有些部分区域已经是达到 社会面基本清零 但是我刚划了一下微博评论 其实很多人是不相信的 说清零真的吗 怎么跟我认知不太一样 所以他们最近的时候 他们最近的时候常讲一个 他们很拥戴他们的一个领导人 叫做贾庆零 贾庆零 因为你不能够那么大老老 直接在微信上面写贾庆零 因为其实所谓的社会面基本清零 是指这个封控区以外 已经不会有新增的任何确诊了 所以就有人说到 其实上海都已经封起来了 所以就没有其他额外的地方 或者社会面的增加确诊 所以达到所谓的社会面基本清零 是目前上海的一个现象 所以很多的民众 其实这个民怨还是没有消除的 这民怨还是在的 但是更让人生气的是 有人发现到说 这个防疫人员竟然是扣住了一些 百姓该获得的防疫物资 来装保私囊 来看一段报道 大家看一看啊 居委里面很多蔬菜 大米 牛奶 饮料 来看一看啊 上海这些民众火气很大 因为大家被关在家里一个月 什么物资都缺 结果发现 相当于台湾礼办公室的居委会里面 什么都有 居委会所有的消杀物资全部齐全 饮料 可乐 什么都有 居民吃什么 更恶劣的是 还有些地方的居委会人员 被发现 想要赶在邻居解封前 偷偷把私藏的蔬菜 再走 还有上位解封的民众 全社区一起敲锅子抗疫 敏运沸腾 是因为上海从4月1号以来 已经全市封控整整一个月 频频传出有人挨饿 缺乏医疗的夸张情形 全市已开 保供药店 2419家 开业率达到了55% 除了宣布药房开始营业 上海市府表示 虽然部分地区 已经达成社会面基本清零 但5月7号以前 还是要持续进行 全市普筛 TV新闻 严日生 庄志伟 综合报道 好 在看到是现在上海疫情 有个现象叫做 四月之声 这是一部黑白的影片 搭配着一些真实发生过的录音 但是呢 这影片是不断的被删除 被清零 又不断的被上传 就是不断的激励 形成叫四月之声 而这个创作的原创者 他就有发文说 他是没有被带走 是报平安给大家放个心 他没有被怎么样 但是这样的现象 因为是大家为了 规避这个被审查 然后可能变造他的关键字 或者是把它倒转 各种变化方式 想尽办法把这影片传出来 而这样的现象 也被人家想到是 之前在疫情之初 这个两年多前 武汉的催售者李文亮医师 对不对 这为什么这样解释呢 没错 因为之前的时候 当COVID-19刚爆发 李文亮他其实是 因为他是一个医师嘛 他就看到了诊间 怎么有那么多相类似的 这种案件以后呢 于是呢 他还向政府提出了报告 但是呢 后来政府他为了 不想要让社会造成一些 很不好的影响 于是呢 他就说你不要 你不要说也不要发布 对 然后甚至呢 他还有一度被抓起来 对 然后就后来他自己的话呢 因为是在第一线的医生嘛 还是确诊 然后最后的话 因为染病而死 所以对于这样子 可能比较负面 或是过于真实的消息 传出来之后 官方就会想办法 把它清零掉 对 所以看来是 疫情两年多来 其实这个手法 还是一样的 而且现在不止 这个四月之声 引发国际间的关注之外 其实在北京也是一样的 因为北京现在 也有疫情了 尽管说北京的 单日疫情的新增 还是比上海少很多 只有大概是在双位数 可能就是50上下的 这样新增 单日确诊数量 但是对北京而言 是算是比较多了 对不对 这样算很多了 对没错 因为北京 我们之前在的时候 基本上 长时间是清零的 对 或者是可能就10个以下 对 但是现在来到 可能40几或50 所以北京非常的 在拉高他们的防疫警戒 尽管说就有双位数 但你要求说 从这周开始 每周都要至少 做一次的PCR检测 你搭地铁 搭公车 都要有7天之内的PCR 阴性证明 但是这样的 不断检测的 这样要求 让中国的最强富二代 就是前首富之子 王思聪 他就发文批评 说这个检测 不是在检了 你阴性或阳性 而是在检测你的奴性 但是他们这篇发文 他的微博 已经被清零了 也引发外面的关注 北京的塞车不见了 马路上空荡荡 只剩送外卖的人车 多数的北京居民 不是被封控关在家 就是下楼排队PCR 有社区在排队检测时 免费发送N95口罩 要求统一佩戴 避免交叉传染 自5月5号起 市民进入各类公共场所 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等 都需要持有7天内 核酸检测阴性证明 换句话说 北京每周至少一次PCR 而且5月3号起 北京市民PCR检测不用钱 但中国大陆 骄傲的防疫手段 被前首富之子 万达董事王思聪公开批评 检测的不是阳性或阴性 而是你的奴性和血性 但他的言论 比病毒更早被清零 引起外媒关注的 还有疫情重创经济 4月中国大陆制造业采购 经理指数PMI下滑到47.4 服务业指数降到41.9 两项指标双双大跌 本轮疫情是点多面广频发 那么这些也使一些企业停产 或者是减产 像汽车这一类的装备制造业 受这一轮的疫情影响比较大 严格封控付出的成本 对外被质疑 对内经济数字也不给力 TVC的新闻 综合报道 所以在疫情之下 这个社群平台堪称 扮演非常重要的讯息传播媒介 但是其实在这半年当中 很多的网络科技公司 在中国大陆科技公司 是传出了裁员潮 像是之前有京东 百度 抖音 现在最新的是 小红书也传出裁员潮 是被他们员工爆料 说裁员有20%这么多 这是个什么样的现象呢 其实小红书 我之前在住点的时候 还蛮常看 我基本上是天天都在滑 我也会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在住点的时候啊 你要上YouTube你要翻墙 很麻烦 而且呢 YouTube大部分都是影音 对 那你影音的话 你要翻墙又更困难了 有时候就会卡住 然后呢 又不是很有耐心的人 卡了三秒 我就直接把它划掉 那小红书呢 它其实就是陆版的 IG或陆版的YouTube 我觉得可能更像一点 对 它的界面比较像是Instagram 就是大陆版的Instagram 然后他们说现在员工就说啊 他们是当天被通知 你是最后一天就不用来了 对 而且是完全没有沟通的空间 就是说你被裁员了 然后整个赔偿方式呢 就是你的年资几年 然后再加一个月 比如说你可能服务了三年 就三加一 然后四个月前走人 还没有年终奖金 对 而且这个时候你知道吗 四月底是他们固定要发 这个绩效奖金的时候 所以他们在这个时候裁员 就等于省掉一大笔的年终奖金的 这个花费 所以员工就很不满 就说他们现在 其实冲击最大的是一些 像是在应届毕业生 然后适用期的员工 就是比较菜的 就会被裁掉 那整个包含像在北京 上海 都有人被裁员 那好像 但是官方说 他们只是一个例行性的 这个正常发挥 是不是 对 他们就说啊 他们反正就是淘汰弱的嘛 就你业绩不好 他就淘汰掉 所以呢 他就认为呢 是正常人员的淘汰 也就是换血的意思 但实际上呢 我其实更相信员工的爆料 对啊 然后啊 其实小红书啊 你知道吗 他之所以会裁员啊 在网路上面呢 就会引起讨论 因为毕竟他的 那个用户数比较多嘛 对 好那你看呢 我们就以 在小红书上面呢 被捧红的 大陆的本土 这个完美日记 就是他们的 财装品牌来讲 那你看呢 2021年 去年的第四季的时候呢 其实呢 他的营销费用是48亿台币 好那去年第四季呢 是48亿台币 已经比前一年的时候呢 还要找13亿台币 哦 换言之呢 因为疫情嘛 大家花在彩妆上面 或者是呢 非刚需的用品上面呢 就会比较少 好那你看到小红书 他身为一个平台 那基本上呢 他的盈利模式呢 就是他去向这个 这个譬如说第三方 或者是呢 他去跟品牌方 各抽一些佣金 对 好 比如说他跟完美日记 他抽了10% 然后呢 他再去跟这个使用者 再持续去抽嘛 那两边都是10% 加起来就20% 可是你想想看呢 像其实这样 B站 Bilibili 或者是一些什么 抖音啊 那些的话 人家才抽5到7%而已 那相较起来的话呢 他其实 他的平台就抽的 比别人多 对 那人家自然而然 就会跳过了 小红书这个平台 我下到别的平台去就好了 我其实不太需要 需要在你小红书上面 而且大陆的平台 这么这么的多 对啊 对 没错 他们的社群平台 太多选择 竞争也非常的激烈 那么可以看到 是小红书啊 跟其他像一些抖音啊 之类的一样 都打算想要 就是上市的计划 他们呢 被传出 有多次想要上市 就是从这个 从美国转到了香港 这目前其实在中国 到蛮多科技公司的一个潮流 本来想要赴美上市的 后来段 因为可能 可能国家的政策的风向之下 都转回来 要去香港上市了 然后呢 想要进行至少 5亿美元的香港IPO 但是大家好奇的是 小红书到底在红些什么呢 看到是小红书 它的网络声量 确实在这两年 其实成长蛮快的 像是之前呢 大概是就 1万多比是比较少的 然后在去年 在前年 大概是1万7千多比声量 到去年呢 暴增到4万多比的声量 在台湾 好像蛮多这个国中生啊 高中生也开始会用小红书的 对不对 没错 他们呢 去做了一个比较哦 就是如果你说Instagram 它呢 主力人的话呢 是25到34岁的千禧世代 那小红书的话呢 年龄前就在更往下降 18岁到24岁的 他们叫什么 Z世代啊 而且啊 Instagram的话呢 在台湾的话呢 是男性居多 那小红书的话呢 它是女性居多 3比7的话呢 女性基本上就占了7成 对 因为刚刚有提到说 它的每月的用户啊 胡耀用户 大概有2亿多人 然后有7成2 是90后的世代 就是现在30岁以下的 这批年轻人 并且呢 男女比是3比7 所以女性比较多 是不是它的这个 小红书的一些特性 它的风格比较不一样 嗯 没错啊 因为小红书啊 它基本上啊 怎么讲呢 它的定位 其实会比IG或者是比YouTube来的更细一点 好 其实怎么讲呢 譬如说你key美妆 嗯 那呃 在小红书上面的话啊 你可以key情境 或者是你可以key自然妆容 亚光妆容 炫亚妆 然后出来的话呢 就会有一堆 对 然后呢 它呢 最主要是 这样早期的时候 它是素人 它分享它自己的经验 所以的话呢 就会比较没有那么的广告 大家就愿意相信说 小红书上面所推荐的东西 就比较真实 对 就比较真实 那但是后来的话呢 它最近的时候出了一些问题 那就是滤镜骗人 对 它呢就是 有 很有印象 对 有印象 他就去了一个地方 对对对 粉红色沙滩 对 有个信用就是说 在大陆 好像在北京还是上海 就是说 那个上面是拍个很美 梦幻的美照 超美 然后大家去看的时候 根本不是这样子啊 根本就不是 对 然后那个粉红色沙滩 后来啊 就有人实际去嘛 结果后来发现到 哎呦 天哪 那根本就是一个就是红砖路 但是它就用了一些滤镜 把那个一点点的红 再加的更深一点 然后这样就哇 通通都被骗了 然后小红书 他还有出来道歉 对啊 就是P2P太大状况 对对对 P2P太凶了 对那也确实 我之前在住点的时候 也会看小红书 就是看一些它的旅游场景 因为它确实分享的还蛮多元的 就是比较好找到一些旅游的景点 打考的地方 参考做意见 或者是我要买衣服的时候 试穿 他们有蛮多试穿的那个影片 所以是蛮好的参考的范围 那我们再看到的是 其实小红书 它的竞争优势 它在哪边 因为它也想做电商嘛 刚刚提到 但是它好像 好像比不过这个淘宝啊 京东啊 跟这个是另外一家哪 这时候 拼多多 拼多多 对对 对你看哦 淘宝的话呢 它很早就起来了嘛 所以它是以多 它的品项是多的 我们都常想啊 在淘宝上面啊 只有你想不到 没有你买不到的东西 对 然后呢 在京东的话呢 它讲求的是快 然后呢 因为它有它自己的物流 然后呢 它来的东西基本上呢 不仅物流快 它的包装 还有它的服务品质 都还蛮好的 那拼多多的话 其实我自己也蛮常用的 它的就是比较省 对 它的钱 价钱真的就是 比别人起码少了 有没有五块 或到十块 应该不止哦 它超 它有很多非常神奇的低价 对对 没错 但是它的问题比较多 这另外一块 但是小红书这边呢 是不是它在 去年有个新的政策 导致它的电商的 变现的方式 其实 受到蛮大的冲击的 因为它在去年的时候 就断了一些 你要连到外面网路的 外面平台的连结 就是说你不能从小红书上面 去连到其他的电商平台 那这样对于一些网红来说 其实好像不太能够获利 就影响到这样子的获利模式 嗯 没错 像啊 它为了要跟抖音一起PK嘛 因为抖音的话呢 其实你滑一滑 你看到这个东西喜欢 哎 你就赶快就可以下单了 对 对 我们住点的话呢 跟我住同一个社区呢 就有一个同业 超爱抖音的 然后呢 它每次呢 看到了抖音一个东西的话呢 它就立刻下单 然后一下呢 它可能 比如说像 比如说它买一个胡椒粉 它可能一次下单 就下三罐 那你知道胡椒粉可能一罐 除非你是蛮长做菜 当然它也蛮长做菜 但是胡椒粉这怎么用 一个月用一瓶好不好 对 对 除非你家开餐厅 所以那三瓶可能要用很久 对 那可是呢 你想想看呢 小红书它也想要学人家 所以它开了一个叫做什么的 它叫做蒲公英平台 但是后来的话呢 它就是刚刚所说的 因为它跟人家要的那个佣金 实在是太高了 高于就是 网子的 哔哩哔哔哩 还有抖音这一些 所以后来的话呢 大家都干脆跳过了这个平台 它直接下到了别的平台去 不就更好了 对 所以它变成说好像在小红书上面 分享一些这个宣传 就是商品的宣传 它们叫做种草 可能叫生活 就看了会很想买 让人家的欲望 你在上面种草 但是你转而去抖音这边来 买东西 变成抖音在赚钱 这是一个新的一个模式 但对它来说其实是一个劣势 对 因为你对钱被别人赚走了 没错 对 那我们看到其实小红书呢 现在堪称是两岸之间这个年轻人就比较国高中上爱用的一个平台 那这也显现是大家使用者的一个世代的差异 那我们再看到是关于这个世代差异的部分 像是这个所谓的内卷跟躺平 大家记得吗 我们在之前大概在十年前 中国就是说是狼性 但是为什么现在开始变成躺平跟内卷呢 对 其实躺平这个东西 首先要先介绍一下躺平的意思 它的意思呢 就是不思进取 没有欲望 缺乏奋斗力 得过且过 不争不抢的人生态度 那再更早期的话呢 其实就是我们讲的佛系 或者是丧 对丧失的那个丧 对 它的更进化一步了 对 然后呢 大家都在讲说啊 因为你躺平的风气 当你蔓延的时候呢 其实对整个社会来讲 会造成的是一个问题 而不是就只是很纯粹的 年轻人不想努力而已 对 但是这样的现象 其实不止在中国大陆 在日本 在南韩 在我们台湾 都有出现这样的躺平主义 我们先看这个报道 我上时候已经把飞碗送过去了 对 然后这周五我们要去提案 协助上市柜企业 举办业绩发表会或记者会 从提案到落实执行 都仰赖经验和细心程度 年纪轻轻 30岁不到的曾子山 国贸科系出身 跨足行销领域五年多 却以身经百战 晋升为主管及公司合伙人 这一行真的很辛苦 对 我们的客户基本上是 如果20 我们是20小时没有休息的 如果客户要找你 对 你就是要处理 平时积极开发客户 工作忙碌之余 曾子山还报考文创相关EMBA 不断自我精进 展现强大企图心 相较于这类 积极进取的八年级生 恐怕有更多年轻人 工作只求安逸 点到为止 中国大陆近年 兴起的新名词 躺平足 值得就是 自认付出与收获不成正比 干脆放弃竞争 不想努力买房买车 并拒绝成家立业的年轻世代 在行销业界资历 21年 创业超过10年的 胡横市发现 纵使提供免费进修资源 或用海外旅游 或绩效奖金激励员工 也不见得能收到正面成效 亚洲的这些父母长辈 特别的爱照顾小孩子 他就认为年轻人远远都长不大 活到40、50岁 都还是小朋友 所以也不会特别驱使他们离开家里 他可能还是会出去工作 但是对于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 没有太多的关心 他可能不会想要买车买房 甚至也不会想要结婚生子 他都是我养活我自己一个人 一人吃饱全家吃饱 其实不止两岸三地 日本南韩近年同样兴起 啃老族或躺平现象 凸显现现代人再怎么努力工作 也无法拉近贫富差距反转阶级 而不是设定就是说 所有年轻人都要照三四十年以前的 长辈的那样子的价值观来过活 毕竟我们现在社会能够提供 年轻人的友谊的确是比较少的 他们会往往不知道说 我这么努力到底是为了什么 那整个对于未来的远景想象 没有像过去那么样的明确 专家认为世代价值变迁 无关好坏与否 只为自己而活的躺平族 反映出这个世代浓浓无力感 TVB也新闻 罗诗鹏 戴源丽台北报道 好 不过看到这个躺平也是很有创意的 这是中国大陆的一些流行语 就是说躺平有些slogan 好 我们看一下 躺平人 躺平族 谁说躺平毁前途 还有押韵呢 明日房价随便涨一言不合我就躺 或者说躺着就是等死 不躺是猝死 就太累了 然后今天躺的不够快 你就是资本的韭菜 就任人采割的韭菜 其实他们也是很有创意的 虽然说躺平 但是这种好像不是说 我放着摆烂这样子的心态 而是说他们是觉得说 努力了之后 也不能够改变这个现状的无力感 那我们就看到是关于这个躺平 其实大陆官方是非常忌讳的 他们是非常不认同 这个躺平这个主义的 是为什么呢 没错 你想想看 今年的时候 大陆他们的毕业的年轻人 又创新高 反正他们每年都会创新高 但是疫情之下 很多人他们基本上是减少了招募 那你想想看 以前的时候 譬如说我念到了很好的大学 那譬如说我可以到了A级的公司 但是因为他们减少了招募的人数 我就没有办法进到A级的公司 因为他们要的就又更顶尖了 那如果你没有是在金字塔 在金字塔的上头的话 你根本进不去 那无形之中呢 会给年轻人一些非常挫折的感觉 好 那早些年的时候呢 李克强有喊出了 全民要怎么样 就是要 你自己要去创新嘛 你自己要去 就是 不要去 竞争向上 对 然后呢 你自己要开公司 但是重点来了 现在的话呢 这些市场都已经饱和了 对 对 如果你现在 除非你家像王思聪一样 否则的话呢 你拿着你仅有的财产 当你去开创一家新的公司的时候呢 你就是等着被割韭菜 对啊 那你就变成了资本主义下的垫脚石 所以的话呢 年轻人就会觉得说 哇 这跟以前就是妈妈 爸爸那一辈的人又不一样 而且大陆他们的变化速度呢 又会更快 对 就像我们台湾社会这样 早期父母 好像社会就是经济正在发达当中嘛 就很快就能够成家立业 而且现在我们这一代年轻人 就是还蛮无理的哦 真的太无理了 我觉得如果没有父母的帮忙 除非你可能在一家高科技公司 或者是你本身的专业 非常非常的优秀 对 否则的话 现在的年轻人 你说要买房 大多数都会有一种无理感 对 所以你看到其实他们共青团就出来说 这个躺平 在中国大多数是极少数的年轻人 他们说现在的年轻人是生活在最好的时期 是正在蓬勃向上的时代 所以躺平是很少很少很少数的 但是这样的话好像在微博上 其实蛮多人是不认同的 非常不认同 对啊 怎么说我身边的不是这样子啊 他想躺平啊 我也想躺平 但是我没有资格躺平 因为其实要躺平并不是说完全就是 就不做事情了 对 因为其实有一点点的 一点点基本的生活的条件 才有办法躺平的 嗯 没错 好 那我们再看到的是 刚刚讲完大陆的部分 那台湾的部分呢 有没有躺平族呢 这个是赖清德呢 他去成大演讲的时候 就随机问一下台下的学生 结果殊不知有四成二的人 都想当躺平族耶 其实蛮让人讶异的 要是我我也会选择躺平 如果会有这个条件的话 他应该觉得很傻眼 看不给我面子 对 对 我就看到是 我们台湾的人分类说 躺平有四大种哦 好 第一种是全躺平 就是在家当啃老族 再来就是半躺平 就是我认真工作 但是不考虑找对象 那平时呢 只在个人的爱好 去投入他的关心 然后再来是第三种是 微躺平 就是我认真赚钱投资 来想要买车买房 但是对于感情观呢 是自由的 就是要放 就不用去强求啦 然后再来是第四种 就是婚姻中躺平 只有结婚了 但是我要分摊家世的金钱 跟老公呢 是不生小孩的 那我个人觉得 我是比较是累躺平 不是 微躺平 微躺平 我好想选躺平啊 微躺平或认真工作 但是对于其他事情 就不强求 对 顺提自然就好了 我们好像也都有 类似躺平的心态 对啊 超想的 然后现在的话 你知道大陆啊 他们对于这种心态 他们想要积极的把年轻人 你给我扶正站好起来 为什么呢 最主要的原因呢 是因为当大多数的年轻人 他们其实是社会的栋梁 那你都躺平的话呢 其实对社会来讲呢 它会造成了很多的 不安跟不安全感 为什么呢 你别看了 大家都笑着讲 可是其实上 它实时是年轻人 怨气的累积 好 那你看了 它会形成一股 庞大的颠覆力量 一千多万的年轻人 再加上它的破坏力量 所以的话呢 大陆它就认为 躺平你不能够把它单成 看成的是一个群体的社会现象 不能看成一个心理的现象 它呢应该要被高度重视 而且呢 百分之八十的年轻人 社会的底层 好了 不要都讲年轻人 如果呢 百分之八十的底层 它都是弥漫在一种消极 迟钝 不努力啊 不作为 那么整个国家的 你说它后面会有多大的作为 经济动能就没了 对 那就完全都完全 就是它内卷是很可怕 但比内卷更可怕的 就是你放弃了奋斗的这个毅力 对啊 那你少了这一股精气神 整个中国大陆的话 它就认为 这样不行啊 你这样这么的 微米不振 到时候坐吃山空 那国家那有那么多的钱 去养你们 但是他们从狼性走到躺平 其实也是看得出来 他们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 也正在改变了 好 那另一个 关于这个世代差异的是 在香港的讨论 就是关于说 妈妈怎么那么废 是现在的妈妈怎么那么废 这是香港的民众在问说 以前妈妈好像很厉害 可以上得了 可以入得了厨房 出了厅堂 然后十八半五一 样样都会 但是为什么 现在妈妈只会叫外卖 跟把家务事给外傭来处理 这样讲会不会对 现在妈妈有点不太公平呢 超级不公平的 为什么妈妈要十八半五一都会 那为什么不要求 爸爸也是这样 对 为什么妈妈一定要打烧 洗衣做饭做菜呢 对 而且不止不止不止 他们就讲说 现在的妈妈说 你刚刚讲的 要上得了厅堂 下得了厨房 还要解得出奥数 跑得过流降 对 首先的话呢 你想说 为什么要解得出 你要有学霸般的学习能力 就是当你的宝宝 还在肚子里头的时候 你就要开始 比学策还努力的学习之路 各个阶段要怎么教 腐蚀要怎么制作 娃娃发烧的时候 该怎么办 过敏了怎么办 长脚痛怎么办 好 这是在肚子里面的时候 这也太难了吧 这也太难了 等到他出来的时候 你就要开始 各种的生活基本技能 包括你怎么把孩子的犯罪现场 把它收拾得一尘不染 还要努力成为人家 就是传说中 人家的妈妈 没有 常常在讲说 人家的妈妈 你还要变成了 人家的妈妈 好累 有那种完美形象就对了 对 没错 真的是很不容易 但是可以看出来因为其实在过去的上一代妈妈 他们可能是比较多是在全职的家庭主妇 所以会很多的家务师都要一手包办 然后要全职陪小孩 但是现在妈妈有提到说 其实很多妈妈是花时间在找补习班 找才艺班 帮小孩子找明星学校等等 在教育上面花比较多的时间 所以很多家务师可能就是给外优 或者是我们说队友 就跟爸爸分担家务师 是现在比较常见的一个状态了 那可以看到其实整个这个关于世代差异的部分 我们今天谈到蛮多世代差异 但是这是个话题可以讨论 加加点同理心 并不是要增加彼此的对立 那今天的中共观察 希望您会喜欢 我是陈云文 我们下周再会 掌握全球情绪国际新闻 全新选择 YT频道TVBS国际Plus扩大视野 欢迎订阅并开启小铃铛